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这个他们后来有人说是我要求的 说那个谁要穿裤子就不让上节目是吧 我很乐意这个传说 我很乐意而且很好 对对对 而且又婷是非常清纯的 你知道吗 有的女的不适合露大腿 露了确实给人一种很色情的印象 但是呢又婷我觉得也会给人 反正那段时间我们都是奉献我的脑 奉献我的才华 对对对很可爱很可爱 所以呢这个打消这个顾虑 咱们现在更大的顾虑 应该集中在那些这个与国分忧的这个事情上 真的 你比方说过去又婷也喜欢去日本旅行 过去 我今天徐老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本来就是应该是现在这个时间 我的旅行计划 我是预定要去日本的 但是我现在呢迟迟不敢动 已经延期了两次了 第一次是他们核电站泄露 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我再等等 本来就等到这个时候 我想去了 可是呢 我看到了你们上海人的前车之间 怎么了 上海人怎么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上海乘坐着一艘轮船 大概有1500多上海游客 抵达了日本 好像是一个叫雄本的地方 旅游团 受到日本各界 这么大的旅游团 盛大欢迎 他们是从好像从韩国济州岛那边 就就过去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国内的这个网友纷纷说 不要回来了 就是 就跟汉奸团一样啊 你知道吗 你可以但是你可以看看 徐老师 你还这么高兴 你看看照片 你看这照片 你瞧 这就是日本的这个欢迎现场 你知道 好最近好长时间 日本人没见着中国游客了 你看这个热烈欢迎 左边是中国国 一边是中国国旗 一边是日本国旗 你看了 日本可能当地领导在致 致欢迎词 可把你们判来了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日本的店 现在打出的旗号是 热烈欢迎中国旅客 甚至你看都都折价了 你看你在下边看 哎 但是我们中国的某公司 前日啊 日前 取消万人赴日团 还专门召开会议啊 做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不去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好 导演没了 这个 哎 我想问问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你不觉得如果我们说要 就是让日本人给点颜色看吗 然后看到那个标离说 热烈欢迎中国人 我们就觉得我们打赢仗啦 对不对 他就说照理说 我们反日 日本要反中 对不对 但显然民间的气氛不是这样 民间是热烈欢迎中国人来 所以其实 我意思是说 现在大家的反日是一种 就是说 我们用一种很传统的方法 反日 就是我们抵制他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跟你有任何接触 我们锁国 我们跟你就断绝关系 一刀两断 可是现在这个世界 是不可能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 聪明一点的方法 你那一人 我们应该用到那花钱的方法 去抗日 当他依赖你多一点 这次我就是说 我一直 大家说这种抗日 我说我们已经在打仗啦 这就是经济仗 不是吗 就是那种贸易仗 就是一种打仗 以前的打仗 一定要枪林弹雨的 像不用啊 我们不要死人 我们就是用贸易仗 一样可以让日本人有所警惕 所以他们一样在外交上面 慢慢的做点让步 因为在贸易上 他们的确是要依赖中国 现在呢 你看咱们老是很注意 就是日本方面 有没有颤抖 是吧 好像呢 也有似乎被人发现点迹象 比如说现在 他们开始说 承认中日之间 在钓鱼岛问题上 是存在争议 没承认 误读 误读吗 那个副首相的一段话 最后他的外务审 都出来澄清了 是你们中国人自己一厢情愿 这样来解读 中国现在就希望争取到这样 因为我们急需要有一个 一个台阶 对 就是说能够下来 就是说 因为日本人的口气很硬 说不存在领土问题 那中国就是采取各种方法 造成的情况 是有争议 其实中国 其实现在的做法 其实蛮有效的 为什么有效呢 他那个外长 外相 就跑到欧洲各国去宣讲 碰到什么巴拿马的总统 也叫人家表态 那你想 你要是说没正义 你宣讲什么嘛 实际上他到处在讲 实际上就已经 日本在告诉全世界 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 所以他说的没正义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自欺其人 好 是一个自欺其人 说得很好 那么就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还是咱们小老百姓的问题 咱能去日本玩吗 你觉得合适吗 不入虎穴 跑进去了解日本内情 你说到日本当嫖客去 为国争光是吗 真的不是 不过我想作为普通游客呢 有一点至少可以做 你可以亲身在现在看一下 就是日本民众 到底现在是怎么看中国的 他们对这个事情 是不是 因为完全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解读是说 日本民众80%支持钓鱼岛国有化 日本民众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为了就是准备跟中国长期的抗争 甚至非常看不起中国 但是另外也有的人说法说 日本的国情跟我们不大一样 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抗中 他可能对领土这一点 他支持政府 可他其他方面 他赶快做生意 他们的社会可能比较分化 而且还会不会有 比方说我也有朋友 我说我现在跑去 假如你单独出来 会不会被人打呢 那这我知道不会 会不会 他说你这个支那人 你这个在我们那边 总之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去了 你不管你什么动机 你已经去了 好好了解一下 这个对我们作为长期的中国人 怎么看待 不仅是个岛 怎么看待一个邻国 怎么看待日本民族 都有意义吧 就是说 不如虎穴 要带着这种状态 去富日 现在一万个虎穴 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虎子 一千多个虎子 我现在没有说鼓励大家 一定要赶快去 或是不去 但我说我们是不是 尊重说去的 但我也尊重那些 说不去的 但是我希望他们力挺到底 就是我一直说 每个人你的 现在不要在这个当头 用民族主义 忽悠自己中国人 如果你是真的 这么讨厌日本人 那我就鼓励你 就是坚持你的理想 永远不去 就永远不去 真的 我们就一直到 哪天日本人 跟我们低头为止 我们再过去 网上有个照片 东海军事演习啊 镜头拍出来 用的是索尼的电脑 哦 这事 所以我现在觉得 你说这个去不去 这事 就是从九月中旬 到这个十月十九号 他其实他自己的问题 我们来把他解套 他自己想了半天 我是想通过你们 帮你背书 向全国人民申请一下 我想去 能不能去 你是特派 焉德胡子 去了你们能不能骂我 对吗 不是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电影 出现了 你看中国人的事情 到后来都变成了 另一件事情 最近有一部电影 原定要参加 东京国际电影节 结果这几天 说我们不去了 因为日本钓鱼岛国有化 严重伤害了 两国人民的感情 可是呢 除了内讧 他这个片子的艺术顾问 还有一个 这个什么的 有一个还是监制 我记不清了 就谢飞 还算有名的导演 谢飞就发出谴责 就说你们这是一种文化砸车的行为 就是你看他们这说的啊 我先给你们这个念一段啊 就是也挺有意思 就说你们这个事啊 该怎么看 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东京国际电影节 9月20号就公布了入围名单 你们为什么当初不宣布退赛 这个时候又来这么一下 通过这样的方式伤害别国观众 从而炒作自己 很明显就是不讲信用的做法 以退赛为噱头 是不厚道的做法 这也是他们这个片方的一个 一个一个人 不是有一个电影人吧 发表的这种评论 你说这事又变得 我又想起前一阵 李冰冰说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我们也不去日本宣传电影 李纳去打了 李纳去参加了那个比赛 结果就取得了 现在在土耳其的年终赛的资格 就是说个人个人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 其实去跟不去都有它的道理 不是我想把这个事情 讲大一点 讲深一点是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 其实都多次讲过 抗日啊 它从来在中国是个内政的问题 它不仅是一个国与国的问题 在历史上 抗日牵涉到国共党 各方面的关系 人民跟政府 现在也是 这次你看通过这个 钓鱼岛的抗日事件 出现了很多很多 我们自己内部的 没有共识的事情 这个都着落在我身上 我跟你说广告之后 我又跟你们讲讲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炳酒运古房 配桃花春雪 采驴吉之水 费圆九金 年份暖江 五井购酒 这就是亚洲最富历史的赛事 东望洋跑道再创传奇 这个十一月 澳国特约赞助第59届澳门格兰批制大赛车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在中国的发展背后 总有林宫的一并之力 核套承载重托 山东林宫 徐老师刚才说的 说到我的痛心处 就说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 没有共识 这个表现在我身上 就是在游行 反日游行最激烈的那几天 我干了一件特别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你把人家的车砸了 这还倒是好 他那车 他那都是名车 我的这个朋友 等于说是我的一个好哥们 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那么正好那几天 他公司有一个庆典 那么这哥们 这义无容辞 我很早就答应他 帮他去主持 你知道吗 可是 就是那几天的时候 我突然我也不知道 生活在这个社会 是不是早就下出神经病了 而且咱们这个做媒体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七千几天 我就开始琢磨 这个风声很紧 然后北京不是到处就游行吗 正好是918附近那几天 那跟你朋友的公司有什么关系 你看 他是日系的吗 他也不是 我就是纯粹就是神经质 我会觉得就说 我要去了 会不会有人挑事 你知道吗 现在这媒体都毁人不倦的 有人挑事说 你瞧 正在中国人民罪怎么干嘛的时候 你们在这 来同事商业活动 对 不是商业活动 你还在这欢庆 你这是 是何居心呢 国仇家恨 你还在这里举杯高歌 你知道吗 自要有一个不怀好意的 难得弄一微博 或者有一个娱乐记者 哼别你起一标题 那甭管是非啊 对吧 而且我们还不是个人 要是个人好看做事好看当 你还是有个单位的人 有个凤凰的人 你知道吗 你就合理 就顾虑也合理 越小越烦人 后来提前那几天 我就跟他就说了 我说你啊 可低调一点 你这个 就都不能让媒体来 是吧 然后呢 你看他还答应了 但是随着这个游行 反日气氛 日益升温啊 我最后到当天 放人家钩子啊 我就说 我说我认真想想 我说这个不妥 我说这个啊 我说我去 但是我不上台 哎呀 但是你知道我这心里啊 觉得特别对不起 我说我欠你一次 我欠你两次 但是你知道吗 这并不是说明 我有多高的民族觉悟 甚至我心里认为 我还跟谁的这个便利呢 我心里跟自个便利 我说这又不是国家哀悼日 谁规定说 这个这几天不能进行庆典活动 能不能 可是你看 你怕事啊 你你知道吗 哎 所以我就想啊 你就我就联想起这个 你们上海有可能不能去日本旅游 这事 我就觉得有时候在中国啊 好多事没有形成共识 于是呢 你这个就特当心 就有历史根源 照理说呢 一个国家 你对另外一个国家很多事情 你不能做的时候呢 一个比方说你说是哀悼日 这是一条 对 另外一个是宣战 你如果两国之间一宣战 那你有一些行为 你就会被就会被谴责了 只要你没有正式宣战 照理说这些行动 只要你的选择都是不不会 可是你知道中日麻烦在 从来就没有宣战 七七卢沟桥也没有宣战 九一八也没有宣战 你说中日这个最麻烦在这个地方 世界上二战后来讲起来 他们都说二战是九月一号 德国打波兰才开始 根本就不承认 这个三七年七月七号 这个日本进攻中国 这个算是二战的开始 这中日之间的关系就折腾着 这个亚洲国家的争啊 因为宣战啊 这是国日啊 这些规矩 其实都是欧洲人定出来的 都是欧美现代民族国家 这套游戏规则 他用他的眼光来看 你们中间事情有点搞不清楚 所以你看又婷 你看我就问你了 你是一个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的 而且你那么爱去日本旅游 是吧 天天去约约去 比如说 在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你比如说 你也有没有这个政治头脑 就是你去完了 你会在你的微博上秀吗 说我刚从北海道回来 不会 你不敢 对不对 毕竟我觉得 你觉得不合适 对不合适 我还是觉得 我们是不合适做这件事情的 就是说 尤其我们有前册之间 我们看过赵薇 穿个不小心穿一个衣服 从此被封杀 张惠妹 不小心唱了一个什么歌 就从被封杀 我们知道国情是这样 这是我尊重 我们国内政治的一个方法 这是我的方法 我尊重 但我是不是同意 大家用这么激烈的方式 去对抗 不管是日本或任何国家 这是 这是一回事 但是我尊重 这个国内处理政治的方法 所以我不需要去 明正跟你挑衅 在这个风口浪尖 就告诉你说 我就是觉得没关系 无所谓 所以我们就跑 我就没有必要这样 这个也太不敏感 更何况我们是做新闻的人 还是公众人物 我就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间说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 还有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有在微博上 讲大声的人就是多数吗 就是说 那些有型的人 然后讲最大声 然后讲出来的人 这些是代表着 中国最多数人的声音吗 我也不觉得是这样 所以中国最多数人 可能是因为这样 我们以前不是有沉默 沉默螺旋理论 在那个传播里面 就是说他讲越多的人 到最后在选举里面 最大声那个人 大家在情势上 越看好的那人 其实他到最后都不会赢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沉默 那他在这下面 越滚越大 其实他才是大多数 所以我觉得或许 大家已经被牵制 就是被 被怎么讲 被误导了 或许中国人 根本大多数的 或许也就是因为 都没有共识了 但大多数名义上 并不见得 并不见得 我不知道 并不见得 就是真的 我相信有很多中国人 他不要通过这个事情 换起了他以前的 这个记忆 对 所以他不喜欢用日货 我这个很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个人选择 这个而且是一个 长期的事情 你选择不买 你同样这两样东西 你有一个国产货 有个日本货 有个欧洲货 你本来这三个 同时犹豫的 现在你把其中一个 先去掉他 对 那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个很 很同意 但是这不代表 你有权利去砸 人家的东西 对 对不对 不代表你 你能把你的想法 强加到 就别人他愿意买 那个抬他自己 你也不能因此说 他就是汉奸 对 就是说你做的 对的事情 不代表人家 不这么做 人家就一定是错 是 没有 就民族主义 现在民族主义 也应该有点市场化 就是说大家如果 真的那个对方 是这么的可恶 自然大家就会朝向那个方向 就像你现在美国 那么讨厌恐怖主义 你知道他现在 鼓励他去伊拉克 鼓励他去一些 这个危险地方 没有 不会有美国人 说主团 我们要去 这是一个凝聚的问题 现在日本人 也不大敢来中国呀 他也怕被人打呀 对 他看了一些 这个片段 这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看了一些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 卢州老教 特区老酒 全球转金企业合作伙伴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好多东西 有个利益和市场二字 把很多事 就弄得就 就跟当今天的爱情一样 你知道吗 就掺杂了很多杂志在里面 你比方说 就咱刚才讲的这部电影 有人说 你现在退出来 你这电影本来就没人看 所以这么弄一下 拿反日当噱头了 对吧 感觉你还有名了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片方 他的顾虑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想 你看他还有这个 说这是我们保护 国内市场的顾虑 甭说我们没有得奖 假如我们去了 甚至假如我们得了奖 那么现在这结果眼上 会不会招致 国内很多网友的这个痛击 你们电影怎么送去 日本鬼子那去得了奖 所以你说他这种解释 也是一种担心 你看 我现在甚至都觉得 就是说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政治信仰的 还是像我一样 仅仅是为了自保 你知道我看到你 我就想起一个 我的台湾的好朋友 我当年第一次去台湾 碰见件很有意思的事 也是一个台湾 一个艺人 挺有名的一个艺人 在一个小的场合 酒吧里演节目 就讲笑话 讲笑话 好 我们台湾朋友很体贴的 你知道吗 我们的几个在那里 讲笑话 大概是台湾人经常拿共匪开玩笑 所以他就顺口说了个 什么共匪 对吧 我们在那还没什么感觉呢 是吧 过了一会儿 他底下几个他身边的人 就包括带我们来的几个台湾朋友 就过来就跟我讲 对不起啊 我们这个台湾人啊 他们比较言论自由 他们就是这样的 而且他这个 没想到 一个场合 就真的把你当共匪了 对 然后你赶快说 我不是共匪 不是 后来问题是说 行行行 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 完了以后 他们的那个老大 领着这个艺人 我跟这个艺人 我们现在也挺熟的 领着艺人来 跟我道歉 我心里说 哎呦 好像弄得我们反而 特别没见觉的 就说 哎呀 你们能理解吗 就说这个是这么一个 很封闭的 一个小的场合 其实怕的是什么 正是张辉妹出事那阵 你知道吗 就是他担心呢 你是要大陆市场的 如果你 尤其是后来他听说 我还是个节目主持人 他肯定 你这要回去 跟我们说了 我们这个 就没法在大陆挣钱了 这是饭碗的问题 这个在台湾 如果我们要这样讲的话 在台湾也是政治 尤其在蓝绿非常 尤其陈水扁那时代 他特别在宣扬这种 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 你只要说 你到大陆旅游 或者是你去大陆 赚个钱 做个商业 大家就觉得你 媚共 哦 你看 产媚共产党 媚共 那这样 这个帽子一扣 大家想说 我是生活有这么严重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变得很低调 然后但是你现在 你看时代变迁到现在 现在连民进党都还跟 就是都希望能够 能够跟这个 我们内地的政府 谈谈天 聊聊天 喝杯茶 是吧 所以我说 这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现在的内地的 我们对日本的一个情绪 没有 是一个 就是一个 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必须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但是时间点到后面之后 反抗的情况 或是整个民情 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的 就朝那个好的方法 慢慢变好 很好奇 一般日本的民众 看到那个旅行团体 打的这个热烈欢迎 对着中国游客 这么惨媚啊 他们看来 这个也是为了生意嘛 我觉得那个旅行团 团体他们欢迎中国游客 我可以理解 可是一般民众会怎么看 我这个是非常好奇 就旁边的日本民众 会不会觉得 这帮人只要钱 会不会有这种 侧眼看的看法 因为为什么 我现在常注意看 NHK的海外的台 他们把中国的海监船 经过钓鱼岛 每天多少次 报得非常详细 我就一直在想 他反复报这些东西 他在日本国内 想引起什么样的 就日本民众 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 据我所知 日本相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关心 但是比我们 我总